二十大期間中國婚禮怪事多 王岐山沒有出席二十大 華爾街日報揭內幕 王岐山侄仔謠慶被拘留 習近平要動老王 習近平稱人民至上 人民唱出中共謊言 二十大之際 肯離敵歷史演講陣龍發貴 中共國召開二十大 看看新人結婚怎樣結 不急著結婚 急著聽習近平說話 長國故事就是令人參目結舌 二十大期間堅持清零不動搖 新人婚禮上做核酸 2022年的中國夢 或者將會再入史冊 儀少千秋 你怎樣看? 10月16日上午 中共二十大開幕式在北京舉行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作報告 根據央視畫面 已經退休的胡錦濤、李瑞環、溫家寶、賈慶林、張德江、余靖聲、宋平、李岩清 曾慶紅、張高麗等的政治老人都有露面 而王岐山、江澤民、朱鎔基、羅幹、吳邦國五個人就缺席 在會議宣讀前 胡錦濤準備就座的時候因為工作人員比較遠 習近平主動伸手參乎他坐下 習近平做完報告 胡錦濤向習近平微笑 除此之外 央視畫面中沒有看到兩個人有其他言語交流 除了江澤民、朱鎔基、羅幹、吳邦國等四名政治老人 缺席引發了大家的關注之外 最值得注意的是 曾擔任十八屆政治局常委的現任國家副主席王岐山都沒有露面 在新華社公布的二十大主席團常委會的名單當中有王岐山 有分析認為王岐山沒有露面 可能和他在十月十二日至十月十三日出訪哈薩克斯坦 出訪阿信第六設峰會 回國之後需要居家隔離有關 不過很多人心目中可能都有一個這樣的疑問 那就是 中共二十大的開幕式 金中央的場合 曾經作為習近平最重要盟友的王岐山都沒有露面 這個真的和防疫有關 還是另有隱情呢? 就在大家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十月十七日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 習近平追求對中國的掌控 甚至瞄準式的老友的文章 報導說 習近平抓住了王岐山的愛生搖慶 那大家都知道王岐山是習近平的老朋友了 兩個人在文革的時候就已經認識 王岐山長大過習近平五歲 王岐山被稱為是中共黨內的經濟政策專家 銀行家和政治家 習近平在十八大掌權之後 王岐山作為中紀委書記 曾經和習近平密切合作 發起了黨內的反腐調查 打落了很多隻的大老虎 不過也因為這樣 有功高震主之嫌 2017年的時候 王岐山就卸任常委 成為國家副主席 並且繼續參加高級別的會議 《華爾街日報》引述黨內人士 和政治觀察家的分析說 王岐山雖然在十九大卸任常委 但仍然擁有獨立於習近平的相當大的影響力 因此被習近平視為是潛在的威脅 今年過年的時候 王岐山的妻子 黨內元老 前副總理姚依林的孫子姚慶被人拘留 姚依林出身在香港 是中共政國級的領導人 長期擔任財經工作領導職務 曾經任中共第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常委 國務院副總理 王岐山因為娶了中共元老姚依林的女兒姚明山 進入了中共的權貴圈子 而王岐山真正的出身 是國軍軍官的兒子 姚明山是姚慶的異姑 王岐山是姚慶的異姑長 《華爾街日報》說 黨的檢察人員拘留了王岐山的兒子姚慶 是要調查姚慶和海航的關係 但認識姚慶的人認為 姚慶被人拘留的原因 超出了他和海航的關係 這其實是習近平對王岐山的一個警告 雖然姚慶在被人拘捕後就被釋放 但習近平對王岐山的敲打似乎還未結束 待會我就會講一下二十大召開之前 習近平對王岐山做出的特殊舉動 習近平對於王岐山的舉動 是在2020年開始的 當時王岐山的朋友 退休的房地產商人任志強在網上發文 批評習近平處理疫情的方式 隨後任志強就被人清洗 並且用腐敗和其他罪名 將他判刑了18年 繼王岐山關係密切的任志強 被人判刑之後不夠兩個星期 被視為是王岐山的大管家 前中共中央長事組副組長董宏 於2021年6月因為受賄罪被人起訴 董宏是王岐山的親密下屬 在王岐山擔任中紀委書記期間 是王岐山的得力助手 在王岐山領導的反腐鬥爭當中擔任著高級職務 對於王岐山是絕對忠誠 據悉 董宏被人拘捕後 中共主案組一開始審問董宏 就給了董宏一條明確的紅線 表明什麼都可以說 就說說你個人腐敗的事 例如說經濟犯罪 生活腐化 不要說什麼首長 首長什麼級別知不知道 就是政治局以上的事都不要說 當時董宏問是現任常委不可以說 還是已經卸任常委不可以說 中共專案組回應 過去的現在的常委都不可以說 今年1月28日 董宏被青島市中級法院判處犯有腐敗罪 並且判處了他的死刑 還其執行 中共官媒在判決的報道當中 隱瞞了董宏過去在王岐山手下工作的職務 這個等於說習近平直接打了王岐山的臉 不僅如此 今年4月 中紀委還對王岐山的另一個重要部下 田惠宇進行了調查 田惠宇是一個資深的銀行家 1990年代 王岐山擔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的時候 田惠宇曾經是王岐山的得力助手 10月8日就在中共二十大準備召開之前的8天 中央紀委宣布田惠宇因為嚴重違紀違法 腐敗、奢侈、喪失理想信念、背離初心使命 被開除黨籍和公職 所以說大家看看這個時間點 習近平去宣布王岐山的阻綁又被貪污腐敗的時間點 這個和王岐山因為出訪員哈薩克 回來之後就不可以出席二十大 只是一個巧合來的嗎 《華爾街日報》在10月16日的報道當中指出 習近平通過調查和王岐山關係密切的人 正在發出一個訊號 就是說他將會清洗黨內所有的潛在政治勢力 就連曾經的盟友都會毫不手軟 有人說二十大之後習近平很可能會對王岐山動手 我就不是這樣想的 習近平連現在最大的反習派裡面眾多的大佬都沒有動 應該就不會直接去動王岐山 但是他想打走王岐山的政治力量 這個是肯定的 據中共內部的人士透露 在習近平執政的這幾年來 習的反腐手段已經磨練到很老道 習近平會要求他信任的紀念官員 針對他希望去清洗的高級官員 靜靜地準備幾百頁的腐敗證據 習近平會指出這個官員的弱點 發起一個有損這個官員在黨內聲譽的案件 特別是如果目標人物以忠實和能幹注清 一旦調查發現了腐敗的證據 習近平就會在中共高層的會議上提出 而相關的高級官員很難去發言反對調查 或者說他要消耗大量的政治資本來阻止調查 習近平也將類似的策略用在陳雲的大仔陳元身上 陳元在2013年退休之前 曾經在國家開發銀行15年 先後擔任行長和董事長 被視為是太子黨當中的領袖人物 在黨內的精英中 曾經被認為是比起習近平更有影響力的 《華爾街日報》說 據熟悉這件事的人說 近年以來 幾件人員已經對陳元的十幾位親信展開了調查 其中包括至少三位的前秘書 中共二十大習近平說 要堅持人民至上 為了讓人民可以過得好日子 無論面臨多大的挑戰和壓力 始終都要此字不如毫不動搖 這樣人民會不會相信這些話呢 央視被人民看到的畫面 聽到的聲音是這樣的 咱們的喜主席真的太偉大了 咱們喜主席真的太偉大了 是不是啊 是不是 你希望他能連任多久呢 多少年 一輩子 終身 終身 一輩子 真的 這是老百姓的先生 不過現在還有多少人 可以相信這些所謂代表的聲音呢 等我們來聽聽人民的聲音啦 你相信的 我也相信的 相信來相信去 北京上方流浪 來到了北京 我心寒絕望 不白的貪官 北京更猖狂 到處抓傷狂 等啊 人民的指正的黨 你叩喚你喊的響亮 整天和人民在沙皇 人民唱得挺好啊 在中共二十大的謊言裡面 接著下來 我們來聽聽歷史上 肯尼迪總統鎮龍發會的演講啦 有很多人 在世界中 在世界中 真的不明白 或說他們不明白 有很多人 什麼是 自由的世界 和共和民主世界 和共產主義世界的根本分歧 就等他們來拍攏啦 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人 他們說共產主義 是未來的潮流 那就等他們來拍攏啦 那就等他們來拍攏啦 這個世界上 還有很多人 他們在歐洲 向全世界宣傳 我們可以和共產主義合作 這樣就叫他們來拍攏啦 這個世界甚至有人 他們說 的確 共產主義是邪惡的系統 但是共產主義 就可以促進到我們的經濟發展 等他們來拍攏啦 自由有很多的困難 民主也都並非完美 但我們從來都沒有去建築一步牆 將人民關系入面 用來去防止他們離開 好了 觀眾朋友 長江恒又要跟你說拜拜啦 我是趙長哥 多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不要忘記訂閱、點讚和留言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啦 拜拜